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0年复课开办学校的时候 我其实一上来就没有想到要当老师的 没有这个愿望 在读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我可以当一位老师 没有这种眼望 拥有25年教书经验的中华学校校长 萧应芳今年62岁 中华学校于1994年复课之后 由于非常缺乏师资 当地检华理事会邀请他到学校支教 当年的他还没有教书经验 在教育和引导学生时 面对种种困难 一度让他想要放弃 但这时有股声音自内心发出 如果我不教他们 那谁来教他们呢 因为心中的不舍 让肖校长坚持至今 到那时候就理事他来请我 要我在这个本地教书 我也是教就教了这样 没有兴趣的 就是说需要了我就来帮助 帮助后我们也是尽我们的责任 要教好学生 就是把我们懂得应该怎样教好学生的 我就这样来教学生 起初也是没有经验的教书 就是懂得把知识这样教给学生 就是认为要怎样把学生教好 懂得这样 但是在碰到这个困难之后呢 有时候也是有一点要妥协 因为认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当学生就是很乖的 很听话的 那我认为学生就像我们这样的是不是 一定是听话的 老师讲什么他要听什么 但是这个社会不像我们以前 到了他们 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听我们 这时候就有一点要妥协了 我有这种感觉 那如果我们不把他们教好 干脆不教 停教 那有谁来教他呢 一这样回复想到这个问题 就再来 啊 还是教了 那慢慢地就 立想这个用这个 逼他的 就是说讲好的你不听 我就用硬的来逼他 看看他听不听 就这样慢慢地适合他们了 就常这样坚持这样做 后来就感觉到有一点 有效啊 好像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了 掌握他们的这个脾气了 他们的性格了 我们就这样的方法 我们现在您当了二十多年了 是 是 是 有没有后悔过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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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起初就 就有 有这个要妥协的心啊 哦 咱们不听话 很难教 就有一点厌了 后来就 嗯 厌了也得做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了 就是说 就这样的慢慢地这样做 就有成绩 那有成绩 那有成绩 我们就一直也有信心了 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再困难的 还是 想办法了 哦 不会后悔的 谢谢 我就是 就是有这种想法 啊 教了二十年的 就是看到那些学生 一批一批的出去工作 啊 而且他们工作得很好 成绩很好 有很大的收入 我就感到 这个就是我的成绩 呃 而且那些 学生 他们来 学校 探讨我们的时候 他们都很亲着的 很感谢老师 就是每一句都说 呃 这是老师 教我们的 嗯 那有的呢 他就来到了 有一点心意嘛 啊 就一点点的这个 就是这个 啊 这个 果汁啊 这个 饮料什么来送我们 这是所以要是一点 就是他们的 心中呢 就是有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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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他们有的 这样的前途 我就是最高兴 最高兴的了 啊 而且他们常念念不忘我们 啊 一看到我们 一有来到这个故乡嘛 他就来探讨我们了 啊 而且 很很高兴的 用用抱抱 就是说 呃 感谢老师 一有老师的培养 有老师的教育 我才有今天 他们有这样的这一句话 我就很满足了 啊 就很高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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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